- 近期解放军某集团军挂博发布一条微博,这篇微博内容是,有我们在,元旦假期你们安心玩儿,内容是没有什么可以关注的。 - 但是这条微博的配图,却也起了广大军迷的关注,图片上一对四人,似乎是在执行选择任务,通过其心观察一对四人携带的武器种类为三种,其中两人携带的是ZS-L247.62毫米口径高精度狙击步枪,以及055.8毫米口径微生冲锋枪,看着武器配置,应该是狙击手与观察手。 - 此外两人手中的武器,是一种新型有妥结构步枪,这两人手中的武器,便是此次绝迷关注的重点。 - 以此新型突击步枪此次图片中出现的有妥结构步枪,在外观上与之前解放军所装备,的81式步枪,以及03式突击步枪有所不同。 - 根据一些细节来看,这款新型步枪装,它有目前世界通行的皮卡厅迷战术导鬼,并且我们还能够看到图片上出现的新型步枪,还安装了类似美军ACOG的光学瞄准。 - 通过一些比对可以发现,这款新型步枪,与美国的A2步枪有些形似,这样看来,解放军所设计的新型步枪理念,应该是接见了一些西方的通用设计理念。 A2突击步枪除了武器以外,手持新型步枪的士兵所穿的迷彩也与其他两人不同,一些行航制也有所不同。 一直以来,解放军年制新型突击步枪,既在95式突击步枪的消息外界一直流传。 其实,这一消息的流传不是没有根据,有,武士突击步枪服役来毁越参半。 95式突击步枪它的优点是显著的,结构简单,采取部分工程塑料部件之后,本身重量不高便携。 并且作为令人称赞的是,95式突击步枪本身承受暴力使用,以及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俗称皮是,浸泡在浑浊的泥水中几个小时,或者埋在沙堆中数小时,取出后照样使用。 不过95式突击步枪的缺点,也是极为显著的,首先95式突击步枪本身无法加装过多的模块,这一点就导致使用范围受限,限制搭兵作战能力。 还有一点保守争议,就是95式突击步枪的瞄准机线过高,尤其是加装光学瞄准之后,这一点带来的问题,就是在作战时导致伤害过多的暴露,大大增加了重大风险。 ZQ系列出口步枪,此次曝光的新型步枪,在外观上类似ZQ系列,有网友认为,曝光的新型突击步枪,就是国产的ZQ系列。 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占得助讲,ZQ系列主要用于出了口贸易,列装卧军用于日常做薰的可能性不大。 还有网友认为,这张照片中出现的是外军,这一猜测更是荒诞,说保卫中国人民国过元旦的微博配图出现外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文章作识新枪已经研制成功此外一则消息的传出,令人更未相信图片中曝光的是新款突击步枪。 近期某官方微博上一条阳系海模候选人便在活动中出现第二刀打索新型步枪系统创新团队,这条文章。 终极道新型步枪,将会亮相建国70周年阅兵,新枪的设计,吸收了部分名品经验,而中国目前开发的名品为ZQ系列,和NV2系列。 此次图片中出现的新枪外观与ZQ系列相似,一切不言而喻。 作者 淮南 获得么在新枪外观与ZQ系列相优体结合。 因此既然会明镜需要欠仇,下延伦导体在新枪外观与这条文章中心谈建加。 使用独划接。 因此它怎么必须缩集新枪外观与就是现实的耳末随处。 自然是根本闪譯入,是根本乌入亲户内低转血, 自然是字竹上在新枪外观与DF1的口odus。 感谢观看